没拆扣肉 让不喜欢吃肥肉的你都会忍不住尝一块 软软糯糯 入口即化 五花肉冷水下锅 筷子能轻松穿过捞出 趁热抹上老抽 家里有一次性筷子的派上用场了 放油锅炸 炸成这个样子 温水泡两小时 表皮泡软后切片 摆入碗中 满好味 抓匀 腌制两个小时以上 梅干菜炒一炒会更香 腌好的肉片摆入碗中 再铺上梅干菜 高压锅放水 中火蒸40分钟就可以了 婆婆从小告诉我 夏天要多喝苦瓜汤 清热又解暑 锅中放桌水的排骨 泡好的黄豆 两片姜 加满长姜水 小火慢炖30分钟 再放苦瓜炖15分钟 最后加盐 补起葱花调味即可 婆婆从小告诉我 夏天要多喝苦瓜汤 清热又解暑 锅中放桌水的排骨 泡好的黄豆 两片姜 加满长姜水 小火慢炖30分钟 再放苦瓜炖15分钟 最后加盐 补起葱花调味即可 今天又安利一道小朋友吃的美食 油豆腐酿肉 洗干净的油豆腐 把中间都豆腐渣袜出来 像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再来和一个肉馅 材料都打在字幕上了 记得截图保存哦 把处理好的肉馅塞进油豆腐压紧 大火烧开水 再蒸20分钟 这个时候再用生抽 蚝油淀粉和水调一个芡汁 锅里熬一分钟左右 将熬好的芡汁淋上出锅的豆腐包 这样一口一个小朋友吃的太香了 怎么把六个鸡腿变成三个鸡腿 简单的给鸡腿去个皮 鸡腿下锅煎 盐鸡精黑胡椒调味 咖喱粉是这道菜的灵魂 葱姜蒜吃腥 盖上盖的小火炖煮 直到鸡腿软烂 把鸡腿肉撕下来 骨头可千万不要丢哦 土豆压成土豆泥 加入撕下的鸡腿肉 喜欢吃辣的可以向我腌加点辣椒粉 在中间加点芝士和骨头一起包起来 一层面粉一层蛋液一层面包糠 放入烤箱 180度20分钟 趁着这个时候来做一杯好喝的 2012捣碎 加点水把它抹在杯壁上 满杯的冰块倒入绿茶 再来一点牛奶 鸡腿也烤好啦 不用油也能做到表面酥脆 轻轻松松就能把一整条骨头都给抽出来 真的是外酥里嫩 里面芝士融化程度也刚刚好 口感贼丰富 快做给娘娘的人吃吧 天气慢慢变凉了 包汤也要安排起来了 准备一套松原菌菇包 温水浸泡20分钟清洗干净 砂锅倒入超过水的排骨 放入菌菇一定要加开水 后在小火煮40分钟 一勺盐少许枸杞 这样包的排骨汤大人小孩都要喝 一口一个的波波肠 我家两个孩子都喜欢吃不仅油滋滋的 而且劲道又弹牙 洗干净的猪后腿肉 厨房纸擦干水分 肥肉瘦肉分开 肥肉打得越吸越好 瘦肉稍微打烂就行 这样吃起来才会弹牙 搅好的瘦肉加盐 小苏打 白糖 黑胡椒粉 红区米粉 蚝油和一个鸡蛋清 用量都打在了屏幕上 拆匀后摔大上镜 再加肥肉 洋葱和蒜末 拆匀腌制两个小时 提前半小时清洗肠衣 套水龙头冲洗两遍 再用清水和白酒泡一泡 准备灌肠器 先塞满肉馅 再套肠衣 灌肠的时候不要灌太满 8分满就够了 不然蒸起来容易爆肠 分成很小的小段 把有气泡的地方扎孔 电吹风吹至表皮其重 上锅中小火蒸50分钟 出锅剪成小段 QQ弹弹的剥剥肠就做好了 放空气炸锅180度烤15分钟 滋滋冒油 好吃又弹呀 我家孩子一口一个都说好吃 猪血不要再和豆腐一起麻婆了 跟大骨一起煲汤 暖身又营养 新鲜的猪血冷水下锅 用最小火慢慢焯熟 捞出切成厚一点的快备用 大骨加面粉 面粉有吸附作用能很好的清洗掉杂质 多冲洗几遍 洗干净后放砂锅 一次性加满水 再放几片浆去腥 透盖炖煮一个半小时 加猪血 再大火煮5分钟 盐胡椒粉调味 枸杞香菜点缀 大冷天能喝上一碗手脚都会热乎乎的 马上又过年了 最近做那场家里剩了很多猪皮 于是我把它做成这个QQ弹弹的猪皮丼 在这样吃或者做灌糖包都非常的好吃 这里是一斤猪皮 用温水清洗干净 冷水下锅 猪皮丼里面我还喜欢放点瘦肉 再放葱姜料酒去腥 水烧开后再煮5分钟左右 捞出来冲洗干净 用刀把肥油刮掉 一定要刮的干干净净 有毛的地方也要拔掉 这一步非常需要耐心 处理好的猪皮再清洗干净 切成细丝 瘦肉也切成丝 放点瘦肉是为了增加口感 你还可以放点其他你喜欢的菜 接下来就是熬猪皮丼了 放入猪皮三倍的水 再放葱姜一袋卤料包 一勺盐入个底味 喜欢颜色的还可以加些老抽和生抽 盖盖大火烧开 小火熬40分钟 出锅倒入一个无水无油的盆中 捞出配料 如果你喜欢用猪皮丼做一个漂亮的摆盘 准备一个长方形的碗 铺上超过水的千张 填满猪皮冻再盖好 都放入冰箱冷藏一个晚上 第二天脱模 就是这样QQ弹弹非常的好 再切成大小均匀的片 放碗中 加香菜蒜末 盐糖生抽白醋 辣椒油是灵魂一定要加 最后淋上香油 搅拌搅拌就可以吃起来了 喜欢仪式感的可以摆一个漂亮的盘 过年过节又是餐桌上的一道风景 按同样的配方调一个蘸酱 真的是好看又好吃呀 如果你经常腰酸被痛半夜上厕所 这道汤一定要收藏好 超过水的猪尾 腰花 泡好的黑豆 杜仲 红枣 姜片和没过食材的水 大火烧开中小火包一小时 再撒上枸杞 一勺盐调味 经常给你老公包这道汤 他会爱你到地牢天荒 老话说 冬吃萝卜下吃姜 天气冷了来一碗热腾腾的萝卜丸子汤 先甜又暖胃 萝卜切丝 搅好的肉馅放盐 糖 白胡椒粉 生抽 鸡蛋淀粉 然后边搅拌边摔打 像这样就可以了 锅中少许猪油 下一半的萝卜丝 炒软 多加些开水 将肉丸团好 一个个均匀的摆入汤中 煮十分钟 烙出煮软的萝卜丝 再倒入另一半萝卜丝 再煮两分钟 盐胡椒粉调味 撒上枸杞葱花 鲜甜的萝卜丸子汤就做好了 虾仁烩豆腐是我家小朋友超喜欢的一道菜 营养又好吃 每个星期我都会做上几回 水开倒入嫩豆腐 烫去豆腥味捞出 咬两勺这个海鸭咸蛋黄酱到锅里 小火炒着冒泡泡 倒入捉水的豆腐 少许熟虾仁 青豆玉米液 适量的长姜水 少许盐调味 一勺水淀粉勾芡即可 是不是很简单 喜欢您也试试吧 哦 绝了 绝了绝了绝了 哎呀 好香啊 这个汤肯定很好喝 哇 这个很鲜啊 很鲜啊 哎呦 要命 这个汤我马上哭了 真的等不及啊 哎呦我这个太无水了 来吧伯伯先尝尝汤 煮饭的时候放一个土豆 豌豆 胡萝卜 玉米粒 辣肠丁 香菇丁 一带调好味道的焖饭酱汁 一勺花生油 加平时煮饭一样多的香菇水 按煮饭即可 出锅搅拌均匀就可以了 太香了 这样做的焖饭有肉又有菜 全家都喜欢 你也赶快试试吧 春季是孩子长高的季节 一定要多做些有营养的汤给他们喝 我每周都做这个肉丸子海带汤喝 肉末加马蹄 盐 糖 鸡精 胡椒粉 生抽 鸡蛋 淀粉 拌拌均匀 锅中加鸡蛋 再次水开下肉丸子 煮熟后放盐胡椒粉调味 枸杞葱花点缀 就这个汤 我家孩子可以喝三碗 就这个汤